欢迎来到林家小院,现在是育苗的季节,今天的视频,四棱豆育苗 2020年开始种菜的时候,看了很多兔妈的视频 其中有一期视频是关于四棱豆炒牛肉的 看完视频之后,我就去她的网站买了四棱豆的种子 四棱豆也是我开始种菜买的第一个种子 现在我们来开始四棱豆育苗 第一步,把种子浸泡在水里,放在必出温时24小时 第二步,浸泡24小时之后,把种极部分的皮去掉 露出培芽部分 第三步,用potty mix育苗放在必出温时 四棱豆育苗 四棱豆育苗个人经验,我是在奈寒区霸区,四棱豆在霸区以下要选择早熟的紫花品种 因为我在2020年买了白色花的晚收品种,那一年就没有接豆 本期视频的四棱豆是我在2021年新买的紫花品种 今年我已经开始了四棱豆种子育苗 详细的种植视频,请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,这里是林家小月,欢迎大家和我一起种菜,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